回顾红星大奖2018 红星大奖2018 单以光致天幕作为开场 就已经气势非凡 你为我们主持人争光 钟晴 钟晴不负众望 达到他第一个演艺奖 演主角他入围 演配角他也入围 得奖的是陈汉伟第一集奖 你够了没有 家里摆不完啦 向来幽默的陈建斌 获得特别成就奖 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高度 这个特别成就奖 得了我人生的高度 陈炯江首次获得最佳男主角 最感人莫过于入行 三十几年的金银姬 首次得到十大 谢谢 做梦都没有想到 人生其实才开始 远程啊 奶奶得了一个奖了 谢谢 倒数一天 红星大奖二十五 一起上Togo 回顾红星大奖 二十四年来的经典画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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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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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